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先花几分钟呢 跟大家聊一聊 你将要学习的设计模式的这门课 这门课呢 是我在讲坎克大战 整体项目的时候 顺带的讲给同学们听的 在整个项目里面呢 我把23种设计模式 有的应用进去了 有的呢 实在是应用不进去的 那么理论上的东西 我也讲给大家听了 所以还有一部分设计模式呢 是我在公开课的内容上讲的 所以当你学习这些设计模式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发现 它的上课风格呢 每一种跟每一种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希望你能谅解 设计模式这个东西呢 它每一种设计模式 和另外一种设计模式的联系 并不是非常的紧密 所以并不耽误大家的学习 这些呢 我是需要提前说给大家听 那么还有一个设计模式 是decorator 我当时在讲的时候呢 那天没有休息好 家里小孩也非常闹 然后讲课的时候 又是在晚上 所以呢 就是状态非常的不好 讲得很不好 那么大家听的时候呢 也希望能够谅解 我在后面的课程里头 会把这些讲得不好的部分 逐渐替换掉 如果大家伙对其中的内容 相关的一些东西 有意见的话 大家可以在群里提给我 我是一定会洗耳恭听 知错必改 好 说了这么多 设计模式呢 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拥有的东西 大家呢 保持一个空杯状态 一个一个设计模式啃下来 你的编程内力会大幅度提升 好了 大家可以开始学习了 就说这么多 有问题随时在群里 at我